姐,姐,姐 妹妹,你姐夫发现我和孩子跟有钱人跑了 我也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 孩子那么小 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心里太有压印了 我走了 我去外地了 你不用来找我 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的 孩子就拜托你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为什么小丽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 因为你还不太了解我的情况 不管你什么情况我都能接受 你的一切我都能接受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有孩子了 什么 你有孩子 你 你不是没结婚吗 怎么会有孩子啊 是真的 现在都已经五岁多了 小丽 你不会是故意找个借口拒绝我吧 我没骗你 即使是这样 你也能接受得了吗 不是 你怎么不找我说啊 你就知道 所有人只要一听我有孩子 都接受不了 你 那个 你容我再想一想啊 对了 我公司还有急事 我先回去处理一下 嗯 老师 我马上就来学校接孩子啊 哎 好 姐 你回来了 小丽 我回来了 哦 姐 快进来吧 快坐吧 小丽 对不起 姐 你这些年都去哪了呀 你为什么两年应训啊 你留下那么小的孩子给我 你知道我这些年 小丽 小丽 真的对不起 当年 是我太自私了 把那么小的孩子 留给你 我一走了之 姐 那你为什么不联系我呢 难道你不想孩子吗 我想 我怎么不想 但是 我又不能联系你们 我又不能联系你们 为什么不能啊 你有什么事 你有什么苦 你可以跟我说呀 我们可以一起商量解决啊 而不是一点音讯都没有 当年 当年他爸 闲见家里穷 就抛下我跟孩子走了 当时 对我打击太大了 我一下接受不了 就一走了之 那你逃避 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再说了 你也不能这样一点音讯都没有啊 你知道这些年 我有多担心你吗 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努力挣钱 因为 只要有钱 世界上 才能少些悲伤 还老 也只有这样 我才有点回来见你们 有钱不代表可以解决一切 你知道 现在孩子长这么大 他连自己的爸妈 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这又对他的心理 造成多大的阴影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小莉啊 你放心 我以后 会让孩子 跟你过上好的生活 姐 明天安 回来就好 小莉啊 这是 我给你买了一套别墅 这张卡里 有五十万的存款 姐感谢你这么多年 一直照顾孩子 你拿着吧 姐 你回来 我就放心了 这些你自己留着吧 你别拒绝姐啊 如果你不拿着 我心里会一直过意不去的 姐真的很感谢你 你就拿着吧 哦 那个 对了 孩子呢 孩子 哦 他还在学校呢 哎呀 这老叔吹了好几次了 叫我去接他上学来着 哦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走吧 哎呀 这家里怎么没盐呢 你帮我出去买两包盐回来吧 买什么盐啊 我这游戏要是正高兴的 没空 自己去买了 我这正在做饭呢 我怎么去买呀 你不会先把我关了 然后再下去买啊 真笨 我去买盐 这来回得多长时间啊 你这饭还吃不吃了 吃啊 我也吃不就吃了 不是 我让你买两袋盐 你怎么这么样子啊 我怎么样了啊 我这打游戏 真情要关我的 让我去买盐 我能任意吗 那你能不能不玩了呀 或者是你边走边玩啊 你要是在这个样子 我可真的生气了 这饭啊别吃了啊 行了 我去买了好吧 散你很 小剑 你这是要去哪 妈 你怎么来了 哦 我来找小丽 有点事 哎呀 有事的话 你得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这么大老远还跑过来 累了吧 不累 我想来想去啊 我觉得这个事啊 还是搭面说才好 哦行 那你去吧 他在家呢 我就出去啊 卖两袋盐 马上就回来了 好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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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妈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啊 找你三两点事 哦 妈 来 快进来坐吧 我刚刚啊 还以为是小剑呢 我这想着他也没这么快回来 哦 我刚在路上碰到小剑了 他说去买盐 哦 妈 那个您跟我爸最近身体还好吧 好 都挺好的 这过完年啊 你爸在家天天醒了饭 这不又出去找地方打工去了 他打个年工啊 也挣不了几个钱 哎 我怎么说他他都不贴 这瞎着呢 哎呀妈 我爸他想去 你就让他去呗 他这个人啊 也醒不住 这天天他在家也不是办法 哎妈 你刚刚不是说找我有什么事吗 哦 小莉啊 是这样的 你弟弟最近谈了个女朋友 要订分了 女方家那边啊 陪家一辆车 但是分房守护 专修什么的 都等我们家出 可是我和你爸 把家里所有的钱拿出来 都还是差点 我想来想去 还是想到你这里来借点 应个急 等你弟弟以后 慢慢烦你 我都跟他说好了 妈 这个 我恐怕帮不上你 为什么 这小静啊 这小静啊 最近他家里事情挺多的 他爸身体也一直不好 这前一阵子吧 有个亲戚过来借钱 你说这也不好不借啊 嗯 家里是真的没有多你的钱了 所以我弟弟这个忙 我是真的帮不上 闺女啊 你要是多的拿不出 妈也不为难你 少了 你也借妈点吧 哎呀 妈 我是真的没办法 你说我是你亲闺女 这小宝啊 是我亲弟弟 我要是能帮的话 我还不帮吗 那你们结婚这么多年的钱 都弄哪去了 这现在物价这么高 开销这么大 小心他一个月 就赚三千块钱 还要还房贷 这剩的能剩几个钱了 我两卡上啊 现在所剩的钱 都不到一万了 这给你了 我们就没有钱开支了呀 这万一有个事情怎么办啊 这个怎么办啊 闺女 我怎么觉得 你不帮家给人啊 妈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我有能力帮你 我还不帮你啊 我没能力 我拿什么帮你啊 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啦 就刚才 我在门口 跟你们谈话了 妈 你要收多少钱 擦个七八万的 七八万 媳妇 你看这样行吗 我把我那个车卖了 应该也差不多了 你看行不行啊 可是 你上班的地方那么远 你把车子给卖了 你怎么去上班啊 没事啊 我坐地铁 洗车子 能带着身体呢 二十多公里呢 没事啊 到不了我一会早餐 早起办法想出就行了 那行吧 我听你的 你说卖了就卖了吧 关于你看关键时候啊 还是我女婿啊 好 你们俩坐着 我就给你们做好吃的 嗯 妈 你 我帮你